今日上午在县府大厅一楼举办2024南投践行节记者会 副县长王瑞德与县议员林如阳也一起共襄盛举 践行节活动将于9月28号正式开始 五大践行活动横跨普利福星 姓义双龙 国姓北港溪 南投市汉龙 与竹山瑞龙等经典步道共五个乡镇 活动将结合在地文化与自然资源 为民众提供深度旅游体验 我们践行非常的好 在南投县在风光秀丽的地方 空气也非常新鲜充满着昏多精 我们今年比去年多了两条路线 这几条路线从2到8公里还可以附带的 走得还不过瘾的乡亲 还可以在附近做延伸的步行 也可以到附近的社区去喝茶 那我们也会有一些DIY手作 以及龙特产品的贩卖 让附近的我们的乡亲也能够有 能够出售他的龙特产品 有一些产业观光经济的提升 县议员领如阳感谢县府办理这么健康的活动 并表示这几条路线都非常适合一家大小来践行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出来走走放松身心灵 健走健行都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让我们的心情更美丽 那也感谢南投县政府办理这个我们南投健行节 那其实在这几条的路线都是非常的容易出来 容易行走的一个路 它的难度都不是很高 那我们也希望说在这边邀请我们全南投的好朋友们 大家一起出来 那用更轻松的心情 那我们来走这些步道 那不仅是可以放松自我 或许我们也可以发现 平常我们没有注意到 但是就在我们生活周遭的一些 丛鸣鸟叫一些小小的细节 那也欢迎所有全国的好伙伴们 好朋友们都可以来到南投 那再利用这次的机会来走我们的步道 也来了解我们南投在地的风光明媚 在这边邀请大家 随着健康意识的提升 健行活动成为最受欢迎的全民运动之一 南投县拥有丰富的山林步道及瀑布景观 为健行爱好者提供很棒的场地 县福希望透过此次活动 推动全民走出户外享受大自然 同时带动地方观光与经济发展 记者庄仪庭南投市采访报导